哎 我太希望这小房子了 方方正正 南北通透 地的位置更好 三分钟就到地点站 然后十分钟火车站 周边的商业配套也都比较完善 住着很舒服 20年买的呀 当时是有点闲钱 想着你放在手里面 东花西花都花没了 买点固定资产吧 就当强制储蓄了 当时收入也不错 说实话 能够负担这个费用吧 现在这个小房子呢 一个月还贷款 三千七百六十五块一毛四 一年的物业费 两千八百多 可能这两年经济不太好 我这发展呢 也不太顺畅 着实是有点吃力 本来打算说这个房子 留给我女儿 是吧 我现在还小 但是我总得给她留点什么呀 或者是说我将来我想要上南方 是吧 上南方的话 把我现在住那套大房子卖了 留这套小房子 偶尔回来贪亲方友的话 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想法 根本没想过什么 还炒个房啊 拿她升个职啊 没那些复杂的想法啊 哎呀 但是被现实给教育了 再加上这两个月疫情没有收入啊 说心里话 还贷款都费劲 之所以我这房子还没装修 就是因为我算了笔经济账 现在这个房子呢 如果装修投入点费用的话 出租都不划算 哎 现在吧 我非常猛热 要是按照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来看的话 我应该把这房子卖掉 就是赔钱我也应该卖掉 要不然生活的话 压力还拿太吃力 但只要是你想卖房子这个事呢 我就有点舍不得 总想着 不用转机 总想着再坚持坚持 马上就好了 哎 非常矛盾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我的一个客户打我电话 说他买的房子断供一个多月了 有没有问题 我当时听到非常的震惊 怎么会断供呢 客户是在上海工作 卢东人 37岁 从事家具和加工内工作 家里的顶梁柱 梁口子结婚十来年 一直在上海工作 当时因为怕输入不稳定 月供有压力 所以说买房子的时候特别的紧张 我帮他找的房子 当时都很满意 看了很多都没有下决心要买 去年是因为小孩子就上学了 最终在我的推荐下买了一套120个三房 完全是出于信任 但在今天的聊天过程中 听说了这个老大哥的委屈 夫妻俩在上海已经隔离了30多天 居家的 现在班也上不了 钱也挣不了 现在还在一直亏钱 现在钱没有挣到 还有负债 房子的月供都还不上了 有时候一想到家里的孩子跟父母 都特别的焦虑 一晚上都受不到焦 再加上今年的房子有降 去年买的房子亏得50万 面对房贷的压力 家人的牵挂 自己每天吃的泡面隔离人 连说了两次就想尽快解放 好好努力上班 这句话说出了多少房贷人的心声 真的没有人可以预计2020年一年完整的发展 在当下环令中 如果你对房子真的是特别有需求 你可以看见 要是没有 你可以再等一等 所以这钱足够 等你真的考虑好了 还下手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最后想说 要是没有疫情 也不至于客户断购 也不至于让我客户买的房子 赔了50万 我们家这个房子在上海的郊区 贷款150万买的 每个月还的房贷是7300块钱 我地下呢 现在有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我呢 是5月份的工资没拿到 平时家里的主要开支是房贷和小孩上托儿所 以及家里的日常开支 如果是正常上班的话 我们的工资很能勉强维持 现在由于是我地下两个月没有拿到钱 我是一个月没有拿到工资 现在房贷已经预期了一个月了 马上要面临下一个月的房贷的一个问题 哎 现在的心情不好啊 真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 孩子刚才吃完饭了 我把他带到楼下来转一转 顺便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弄到钱 把眼前的这个危机跟他度过去 我现在在楼下已经呆了三个多小时了 一直在打电话 发微信给亲戚朋友借钱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借到钱 哥哥姐姐这边 由于是欠他们的钱还没有还清 所以就没有向他们张口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唉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对于成年人来说 相对沉重的话题 昨天我和前同事在聊天的时候 聊到了一个 关于目前房子的问题 我同事的情况呢是这样子的 我这个同事呢他结婚比较早 现在呢是家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老大已经上小学了 老二现在两岁多 因为两个人都有工作 所以也接父母过来来帮忙照顾孩子 一家六口人挤在两居室里面 确实有点拥挤 因为前妻也是计划着要二胎 加上两个人之前的收入也比较稳定 所以他们在19年的时候呢 订了一套140平米的漆房 第二年呢刚好赶上口罩这件事情 受口罩问题的影响 公司接连的裁员和降薪 截至目前两个人每个月 平均收入的话也就在6000块钱左右 而且呢还要供两套房子的月供 加上六口人的生活开支 第一年紧紧巴巴也算过得去 第二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吃不消 到今年为止 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供养两套房子 和六口人的生活开支 因为第二套房是七房 现在还没有交房 卖又卖不出去 每个月还要还高昂的月供 所以他们今年决定 弃房断供 截止到这个月 他们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还月供了 天天给我讲完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的沉重 辛辛苦苦富完首富 现在却因为苦涨的问题 影响到换大房子 他聊了很多方法 看能不能把月供给还上 比如像亲戚朋友借借钱呀 或者是说通过贷款呀这种形式 但是他全部都否定了 他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大家都非常的缺钱 因为这个房子的月供呢 是每个月都要交 不是说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和老公商量 也是忍痛割爱 放弃了那一套房子